站在車上笑嘻嘻敲鑼打鼓 兴致一來活潑拿起石頭朗塞 她就是自稱仙女的僵性嫌犯 一頭飄逸長髮長相清秀 怎麼也看不出來 是撂小弟雜社區的嫌犯 用的行動電源貼上仙女 連吃飯朋友幫她也用仙女定位 但美人私底下的狠近 人人都要叫她一聲大姐 快點啦 快點啦 裡面啦 二十名警力匆忙趕到 這是二零一五年三月仙女追逃債務 不只找人棍棒毆打 噴辣椒水甚至丟辣椒粉鞭炮 被警方逮捕送辦 這道東西還有人要偷偷 真的有人散到這樣 領回這張在社區 他們用來抗議陳情的紙板 案件鬧上派出所 他仍依然一派輕鬆 全因為他的背後 有這位好哥哥照 他是竹聯邦文武堂堂主張家祥 錯號又叫神經祥 過去犯下多起案件 還被提報為置評對象 張家祥和江信嫌犯 兩人之間認識多年 雙方感情好 以甘兄妹相稱 包括到五廳玩 兩人一起合照 甚至大型春酒應酬場合 仙女也是隨策在身 仗是有道上哥哥相挺 不少小弟對仙女敬重三分 如今犯案遭逮 仙女也得落入凡間 在看守所好好反省 記者是今晚中 台北采訪報導